孙丁又问道 请问先生 世间万物 繁分复杂 弟子当从何处开始感悟呢 鬼谷子点了点头 问得好啊 依老朽的体悟 你们可从最乐于去做的事情开始 只有乐意去做 才能悟得深刻 说到这儿 今日倒是机缘 你们可以各述几制 选丁最喜爱的入道法门 为师也好因才施教 助推你们早日悟道 禅儿 你先说吧 玉禅儿脱口说道 回先生的话 弟子深爱医学 愿由医入道 求先生成全 嗯 甚好 苏秦 你欲由何入道啊 苏秦似乎从未想过这个问题 一下子 一下子争了 沉默了半赏 方才引导 弟 弟 弟子不知 请先生指点 你偏爱什么呀 苏秦越发的迟疑 弟 弟 弟子 鬼骨子 见苏秦知物不出 换了个方式 问道 你 可有愿望啊 苏秦又憋了一时 终于引导 弟子 口拙 若能做到口若悬河 于怨足矣 这 也是怨 你可惜口舌之学 由口舌之学 辱道 弟子 遵命 鬼骨子的眼睛 望向了张仪 不带先生发问 张仪 仙字问道 请问先生 何为口舌之学呀 口舌之学 就是开口闭口的学问 啊 张仪眼睛大睁 开口闭口也有学问 当然了 张仪略意沉思 先生 弟子自幼嘴贫 愿从苏兄 由口舌之学 辱道 鬼骨子又点了点头 转向了孙斌 孙斌呢 你 你欲由何入道啊 冰雪 可否 冰雪 亦是学 当然可以了 庞娟一听大喜 也忙说道 先生 弟子 亦从孙兄 由冰雪入道 鬼骨子点了点头 扫了众弟子一眼 朗声说道 好 你们各书几制 选定入道之门 老朽心中已是有数 天下学问各有偏译 学到极处 聚与道通 此所谓 书图同归也 学问 为数 万数 同归于道 医学 冰雪 口舌之学 内中 既有 技巧之术 也有 统御之道 术 为道御 亦为 道用 换言之 术是 利器 道是 根本 若是 只学 其中之术 不 其中之道 终将 祸及自身 旁娟听得愣了 不解地问 先生是说 冰雪里 也有 术道之分吗 当然了 任何学问 都有 术道之分 就冰雪而言 用冰之术 在于 战胜 用冰之道 在于 西征 故 善用兵者 并不 好战 用兵之道 在于 不战 而屈人之兵 在于 化 干戈 为 玉帛 以 四两 拨千军 张仪 听得愣了 赶忙 问先生 请问 先生 口舌 口舌 之学呢 口舌 之学 也是 有术 有道 口舌 之术 在于 智人 口舌 之道 在于 福心 那 如何 做到 福心呢 口 为 心之 门户 心 为 神之 门户 若能 做到 善言 就能 直通 心神 做到 福心了 哦 先生 是说 只要 能说 会道 就能 福心吗 非 能说 会道 不为 善言 那 那 何为 善言 善言 者 言 则 口若 玄和 旁征 博隐 可是人 想 所 不欲 想 行 所 不欲 行 不言 则 神定 如 善 事 若 隐 功 之 史 可 使人 心神 不安 如 罪 无 里 云 雾 之 中 此 所谓 不言 即 言 无 声 胜 有 声 苏秦 插上一句 弟子 明白了 所谓 善言 就是 知 晓 何 时 言 何 时 不 言 正 诗 张 仪又 问了 那如何方能做到何时言何时不言呢 武道啊 唯有武道才能控制口舌 做到何时言何时不言 哎呀 乖乖 口舌里面竟有这么大的学问 张仪服了 听到张仪再次说出他的名言 众人皆笑了起来 师徒几人又问又答 又谈了一时 鬼谷子扫了众人一眼 实陈 实陈 实陈不早了 你们各自歇息去吧 老朽洞中有一书库 上有少许的存书 皆为先圣先贤 武道体 自明日始 你们可自行去选读 慢慢参悟 武人聚起身叩道 弟子遵命 无数次的失望绝望 三个月的艰难的煎熬 四个人绕来转去 陡然间苦尽甘来 不仅成了鬼谷子的正式学徒 而且又各碎了心愿 整个过程就像是在做梦里般 从草堂里出来 尽管各自喜出望外 四个人却是一反常态 一路无话 静止走向他们的草舍 连庞涓张仪 也是各自低了头 不像往常那样喜行余色了 他们的耳边充满了鬼谷子的声音 也都是在各自咀嚼着鬼谷子 说出的每一个字 回到草舍 四个人各自进了各自的屋子 约过了一时 张仪走进了苏秦的屋子 见苏秦闷声不响的躺在榻上 略蹲了一顿 寻了个地方坐下 苏秦没有理他 似乎依然在想事 张仪忍不住了 咳嗽一声 苏兄 苏秦抬头望着他 张仪轻叹了一声 今日之事啊 张仪真正服了 苏秦以为他要说出什么惊人之语呢 听到又是此话 扭过头去 张仪走到榻上 搬过了苏秦 哎呀 我说苏兄 你听见没有 听到了 张仪不无叹服的 哎呀 你说 先生这人有多深啊 苏秦从榻上坐了起来 抬头望着他 张仪连则了几声 哎呀 在下方才总算是想明白了 先生他呀 嘴上赶我们下山 其实在心里早就收下了 他这么做 是在故意折腾我们 如今想来 这番折腾 其实就是在教训我们 琢磨我们成气呢 是 苏秦也是探服 哎呀 直了 张仪此生 竟能败到此等仙上 直了 直了 张仪直了 山里的冬天 说来就来了 街后几日 朔风呼呼地刮来 天气说冷 就冷了 四人搭建的草舍 果如童子预言 护大招风 屋内寒冷刺骨 存不住一丝暖气 几人经过商议 请了大师兄童子参谋 重新选址 先后忙活了数日 将草舍 重新搭过 实用多了 安居之后 四人移到下山 至宿虚口 置办粮油盐 等过冬用的 一样物事 尖挑背扛 运入谷中 自此之后 四个人再无旁骛 安下心来 开始正式地 修道生活了 将一日时光 切割成若干的时段 或练拳 或打坐 或读书 或习琴 或对意 或采集 或围吹 具体做什么 依旧由大师兄童子安排 以阴阳之道 调养生息 日出几起 日落而息 甚是规律 鬼谷洞 深不可测 里面七绕八轨 如同迷宫以外 迷宫里有许多 大小的洞府 被鬼谷子派了 不同用场 其中有三洞 是鬼谷子 玉缠儿 童子的修炼 以及安歇之处 各距十余不远 洞门上 均有不连 再往里走 离玉缠儿的洞穴 二十余不远处 有一个挤杖 剑方的大洞 里面摆满了竹简 拜师过后 鬼谷子特意吩咐童子 在洞口装了柴妃 柴妃 虽未上锁 却无疑将此处 隔为禁区 这些不说 鬼谷子接着吩咐 藏书洞 由玉缠儿经管 无论何人 即使童子 也不能随便出入 玉缠儿 也真管得起事来 上任当日 就定下了规矩 每日晨起借书 每次许借一册 且日落之前 必须归还 即使选书 玉缠儿 也限定在一柱箱之内 不得有任何拖延 洞中藏书甚是丰富 沿洞壁 摆了许多木架 木架上 放置了各式各样的竹简 若是将他们 装进牛车呀 只怕十车八车 也拉不完 要想读完他们 莫说是三年五年 纵使十年二十年 只怕也难 因而四人特别看重 每日晨起的选书时间 都想在这时间内 寻出特别适合自己的书 只有在此时 苏秦 张仪 孙斌 旁娟四个人的差别 才显现出来 苏秦 没有读过多少书 那模样啊 就如同一个 走进了宝库的穷人 望着琳琅满目的 各式珠宝 一下子晕了头了 随便哪一本都是好书 张仪 却是东挑西简 似乎哪一本都不中一 旁娟一头 扎进书堆里 直选有关 兵法战阵的竹简 寻到一本 即如获至宝 揣进怀中就走啊 孙斌读书 则另有选择 所选大多 与兵或道有关 对张仪而言 借书还书的这一刻 另有意义 那就是接近玉长儿 每逢此时 玉长儿 总是尽职的 站在门口 与他们见礼 看他们 或选书 或还书 只要这一刻过去 无论是谁 呆在洞里 他就二话不说 胡起脸来 将他赶走 张仪总是第一个进来 最后一个出去 而且多数的情况下 是被玉长儿 赶出去的 然而莫说是赶了 即使被他骂上几句 张仪也会赶到 全身舒坦 干什么都有劲 时间过得甚快 四人每日借书 读书 还书 冬去春来夏至 不知不觉 已是半年有余了 这日晚间 又是还书时分 张仪第一个 赶回草堂 如往常一样 兴冲冲的 正要进洞 眼前呼的一亮 因为他发现 一身白衣的玉缠儿 正今微坐于草堂里 再仔细一看 一身贺装的鬼骨子 也在这端坐 鬼骨子的另一边 站着童子 几个月来 鬼骨子依旧是身居简出 今日突然出来 倒让张仪吃了一惊 跪下扣道 婢子张仪 叩见先生 鬼骨子不无慈爱地笑了笑 坐吧 张仪眼睛一瞄 瞧见玉缠儿身边有个空位 本想着挨他坐下 又怕他发坐起来 让他在先生面前下不来台 犹豫一时 张仪挪到离玉缠儿 一步远的地方 盘腿坐下 不一会儿 苏秦孙斌跟着回来了 分别见过礼 选了位置坐去 庞娟回来的时候 眼前只有两个空位 一个在玉缠儿和张仪之间 另一个在苏秦和孙斌之间 庞娟想也未想 静止走到玉缠儿身边 紧挨着他盘腿坐了 庞娟块头大 张仪就坐时 又刻意没有留够一个足位 此时 从张仪这边望过去 庞娟的左腿呀 几乎就压在玉缠儿的右腿上了 张仪看在眼里 后悔已经是迟了 白了他一眼 急朝苏秦身边挪了挪 为庞娟腾出地方 庞娟见状 朝他微微一笑 也挪了挪 正经作定 鬼骨子扫了他们一眼 微微一笑 能让老朽看看你们所读何书吗 四个人相顾一眼 各将手中的竹简摆在前面 鬼骨子扫了一眼张仪 张仪 你所读何书啊 灰先生的话 弟子所读是一篇叫 说见的 你倒是会选书啊 此书是一年前老友烈玉寇 造访老朽时带来的 说是宋人庄子所著 能说说有何感悟吗 张仪受得肯定 神采飞扬 侃侃说道 弟子以为 庄子所言之三贱 可称三种治世之方 天子之剑 讲求顺应天道 诸侯之剑 讲求顺应世道 庶人之剑 讲求以利福人 你能悟到此处 甚是难得呀 如果要你选择 你欲持何剑之事呢 弟子当选 诸侯之剑 为何不选 天子之剑呢 天子之剑 讲求天道 天道无非是顺应自然 不可立为 是无为而至 无为而至 适用于三圣时代 不适用于当今乱世啊 那诸侯之剑 为何适用于当今乱世呢 此剑上映天道 下顺四时 中和人民 若掌握之 可兴王爷 说得不错 周武王 拿的就是此剑 说着 鬼谷子将头扭向了庞娟 庞娟 你所读何书啊 庞娟 见彩头 已经被张仪夺去了 正字难忍呢 听到鬼谷子发问 赶忙说道 回先生的话 弟子所读 乃是吕公王的六涛 哦 你欲兵法入道 此书不可不读 你且说说 六涛之中 你最偏重于哪一涛呢 每一涛都很精彩 不过弟子 更偏重于后面的四涛 就是龙涛 虎涛 豹涛 和犬涛 哦 你为何不中前面两涛呢 庞娟不假思索 率而应道 文涛 讲究治国之术 与弟子所学 有所偏差 五涛 所讲甚好 只是仍旧没有后面四涛精彩 哦 后面四涛精彩于何处呢 弟子可从中悟出如何去战 即如何战胜 哦 所言不错 这四涛的确是 救战之术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